这是2024年1月霸权星座 是一部热血奇幻类爽翻 主要讲述魔王被消灭后的世界里 依然存在掌握击败魔王能力的修罗们 他们为了追求更强大的对手 争取真正勇士的荣誉 进而点燃了新的斗争之火 在这个世界 人类将城市建立在迷宫周围 并且拥有一种被称为词书的魔法 这天 我们的女主幽诺 放学后和最好的朋友一起练习魔法 然而 平静的日子突然被打破 地面发生了剧烈的震动 原本繁华的都市瞬间变成了废墟 幽诺还没理清头绪 就看到自己的朋友被一个机器人抓住 并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眼前的景象让幽诺非常恐惧 无能为力的他只能抛弃自己的朋友 独自逃跑 拼命地远离城镇 可等他回过神来时发现 整座城镇已经彻底 陷入到了一片火海之中 他感到非常的自责和绝望 认为意思是最好的解脱 这时 有一个机器人追了上来 幽诺还是不由自主地发动攻击魔法 阴差阳错地打中机器人的动力核心 这么容易就倒下 让幽诺很不甘心 开始哀嚎了起来 没想到引来了更多的机器人 幽诺只好再次使用刚才的魔法 打在了他们的表面 跟刮痧一样 但他也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就在这关键时刻 男主出现了 幽诺看着倒下的机器人 和那平整的切口 不敢相信这些 都是他手中那把破刀做的 一番追问下 终于确定他就是异解人 同时还警告他赶紧逃比较好 因为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 能够匹敌的 然而男主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他只在乎自己是否吃饱 于是询问幽诺有没有带食物 当得知他带了紧急粮食时 便向他提出一个建议 以干掉巨型机器人为代价 来换取他手中的食物 还没等幽诺反应过来 男主就以肉眼无法 捕捉的速度冲了过去 机器人健壮 挥下他那巨大的拳头 破坏力犹如一枚 洲际导弹 毕竟他的身体太大 行动缓慢 在男主的眼里如同静止一样 紧接着利用敏捷的行动能力 躲避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机器人还能施展战略性魔法 躲过致命遗击的男主 趁机一刀砍下机器人的脑袋 他知道那里并不是他的核心 而他在等待机器人 挥舞机械臂的这一刻 一刀将手臂砍下 并利用他击碎了机器人的核心 没有了他的响应 其余的小机器人都失去动力 纷纷倒下 看着眼前的景象 幽诺不敢相信这一切 为了兑现诺言 幽诺的内心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发现自己其实一直憎恨着强者 恨不得亲眼看到 那些比自己强的人 全部死在自己眼前 毕竟是那些强者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于是幽诺打算将男主骗去黄都 那里高手云集 有着男主渴望的强者 看着眼前这个一脸期待的人 幽诺的小九九正在疯狂盘算着 想利用男主 来实现自己不为人知的目的 各路强者齐聚黄都 其中包括了本集新出现的重要人物 跟受吸尔鼓雷还磨下鲁库 他们也是来参加勇者之争的 可是有一区山贼却不知死活 既要打劫他们 却不知有一大批鸟龙 从后方追击而来 他们最爱的食物就是人类 而山贼们也就成为了他们的口粮 此时黄都派出一群被驯养的鸟龙 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周围安全 解决一切来犯之敌 随之便与野生鸟龙展开了厮杀 这个会魔法的就是 他们中的领导者雷谷 有他在 黄都的空中防御万无一失 然而黄都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 29位官僚各有各的盘算 比如这次的山贼事件 就是第二师亲和第三师亲策划的 他们似乎还在佩酿着更大的阴谋 为了让阴谋得逞 特意将哈鲁干特支开 去讨伐阎龙 既然哈鲁得知他受伤的消息 那就不能放过这个扬名例外的机会 此时属下察觉到异样 马上用魔法将哈鲁甩出银杖 没想到阎龙突然袭击 一道龙溪直接将他的部队化为灰烬 不过更令他感到奇怪的是 阎龙竟然满身伤痕 胸口不但插着一柄断剑 甚至前肢都被斩断 就算如此 他依旧没有将眼前 的这个人类放在眼里 为了展现自己的实力 哈鲁立刻催动魔法 利用周围的碎石 生成一个巨大战弩 本以为他的战力会有多高 没想到是个笑话 阎龙不想陪他玩了 准备一招解决他时 鸟龙心事现身了 他的出现让阎龙震惊不已 毕竟自己变得这副模样 就是拜他所赐 然而星驰自从出生起 就与众不同 拥有三只手的他 不断地四处挑战 渴望得不到的一切 仅凭自己攻下一座城镇 征服一片土地 破解了一座迷宫 如今他打算摧毁一个传说 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阎龙知道他们之间必有一战 并且星驰不会放过自己 那就只能输死一搏了 即使阎龙的攻击强劲 也无法击中灵活的星驰 甚至还被他轻易找到破绽 将一颗毒魔坛打进阎龙的眼睛里 然后星驰念了一句词术 魔坛瞬间在阎龙的脑袋里爆裂 形成一种晶体 破体而出 星驰放松了警惕 可没想到他竟然装死 从背后偷袭 这一击如果打中 星驰必将陨落 但他有神器死者的巨盾 挡住了攻击 接着 星驰拔出了传说中的光魔剑 干净利落地将阎龙一分为二 在击溃盗贼的任务中 有个扁鸟龙不服从纪律 甚至明目张胆地打破规则 这让雷谷不能当作没看到 于是开启判决大会 并从同伴的口中得知 这个堕落者偷偷地吞掉 一名城中的小女孩 没想到他竟然是一只小队的副队长 为了让其他鸟龙吸取教训 不敢再犯 便当场用魔法将他烘烤到外焦里嫩 然后飞上去扑倒他 用行动证明不服从的下场 雷谷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为了带领族人过上安稳的生活 他和城中统治者达成了协议 只要雷谷带领族人保护城中安全 清除来犯之敌 就能获得栖息地和充足的食物 因此雷谷成为了护城者 不过就算这样的铁靴硬汉 也有柔情的一面 每当任务结束之余 他都会来到一位盲人女孩的家中做客 为他讲述着外界发生的故事 女孩也会给雷谷唱歌 让他能够安心小气 这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雷谷的避风港 他们能够走得这么近 那是因为有着相同的遭遇 当年魔王还未雨灭时 只是路过一个地方 就将村子屠戮殆尽 附近的鸟龙也难逃一劫 雷谷和盲人女孩 就是其中的幸存者 两人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与此同时 塔莲作为统治者 无时无刻不在未及 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他让自己手下的一员猛将达凯 从那竿取回冰冷之心 他可是能将太阳光 转化成炮击的暴力光线 是绝对的守成神器 号称对任何攻击都能取得绝对先手 由此武器傍身 将无拘任何危险任务 于是塔莲便给他一项差事 调查城中的间谍 至于如何处置 全凭达凯的心情决定 当天晚上 他就找到了伪装成商人的间谍 眼看身份被识破 准备解决掉达凯 没想到他竟然用刀挡住了子弹 随后达凯用洞察之眼巡视了周围 发现对面的房子里 残着其他的间谍 既然发现了他们的大本营 那就不用手下留情了 跳到对面的房子里打开杀箭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间谍们无一幸免 还从他们的身上搜出了情报 这个女孩真的不要太拟天 她拥有超凡脱俗的力量 仅凭一句言语就能让一颗种子 瞬间历经生命的完整轮回 展现生死的奇迹 甚至连大自然在她的面前 也要收敛其磅礴其事 由于黄都派出去的情报部队全部与命 为了挽回面子 第二时清来到监狱 准备会见一位老朋友尼西洛 她可是最恶劣的生物武器 曾经单枪匹马地干掉了一支部队 由她去收集情报 将无人能挡 与此同时 情报部门的老大艾雷亚 同时也是黄都的第十七卿 正在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她潜入精灵族的村庄 并和里面的人打上一片 同时还叫他们一些知识 她的善良让村里的人都放松了警惕 所有人都认为她只是个教学老师 然而她的目的并不单纯 她把这里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了下来 并传回了黄都 那么这个村子以后将会成为被掠夺的对象 这段时间还结识了一位特别的少女奇亚 她可是一位全能的魔法天才 她的词数违背了所有的原则 并且无视所有天理 能够随意扭曲一切的事物 如果她让一个人殒命 那个人就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如此逆天的能力 让艾雷亚激动不已 因为她想让奇亚参加勇者的御前比赛 只要她上场就能战胜任何对手 这样艾雷亚就能摆脱庶女的身份 不会再被任何人看不起 然而奇亚力量的强大远超她的想象 这天艾雷亚跟着她的学生们 穿过一条密林小道 来到了山顶 这里可是奇亚他们的秘密基地 本来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的 不料今天是个阴天 乌云遮盖住了眼睛所及之处 为了不让大家无功而返 奇亚准备驱散乌云 而接下来的操作让艾雷亚彻底傻眼了 只见她说了一句 重新对奇亚的力量有了新的认知 艾雷亚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没想到她的话语能够支配一切 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 甚至无法测算其极限所在 这下艾雷亚更加的确信 奇亚百分百能够赢下比赛 因为她是无敌的存在 那么结果真的会如 艾雷亚所想的那样吗 她表面上看起来拉里拉遢 身体也十分雷弱 然而实际上却是本集中最为强大逆天的存在 其战斗力与秒杀外挂中的男主相比也不遑多让 堪称开挂界的领军人物 任何对她心存杀意的人 无异于自寻死路 必将坠入黄泉 为了遇前比赛 塔莲让属下找到两个帮手 一个是还磨下鲁库 一个是跟受亚雷 然而亚雷的遭遇也是很悲惨的 在魔王存在的时代 他出生在人族边陲的森林里 从小就被卖到决斗场当新人礼包 开局一把破短剑 愣是靠一手自带毒buff的剑术 三两下就把对手送上了西天 并且每次他都会收 藏被击败的对手的剑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都是懵懵懂懂的 不知这样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于是他询问奴隶贩子 他告诉亚雷 在这里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杀人 要么被杀 紧接着亚雷一路挑战强者 很快就变成了决斗场上的不死战神 直到有一天 魔王军来袭 城镇瞬间便人间炼狱 亚雷也被推到了前线 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 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不想死就是他战斗的意义 就这样 亚雷的实力被塔莲的属下看中 从而将他招募过来 为了验证他的实力 打凯扔了个果子过去挑衅 只见刀光一闪 果子不仅被切成了几半 还直接枯林风化 本以为他只是个三刀流的剑斗士 没想到竟是四十二刀流 这下他超凡的实力终于被认可 正式加入了塔莲的阵营 此时 第二十青率领部队行军制一个小村庄 下令在此地休整小器 而库瑟则趁机去探望自己的老朋友 并在他那里稍作停留 夜晚时分 老朋友找上门来请求他 帮助利奇亚对抗黄都 但他不知道库瑟已经是黄都的人 只能委婉地拒绝了他 这时突然冲出了一群杀手 库瑟拿出自己的盾牌 轻松挡下攻击 杀手们群起围攻他 眼看库瑟露出破绽 一名杀手便起了杀意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莫名暴毙 队友们见状 不明所以 以为库瑟用的是暗器 便没放在心上 紧接着杀手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下 他们皆被创世之初的天使无情抹杀 这位天使掌管着生命的法则 以意识形态存在于世间 凡人无法察觉其踪迹 然而 库瑟却是一个例外 他备受天使眷顾 任何对他心怀杀意之人 都会受到天使的严惩 危机虽然已过 但是老朋友却不幸中箭身亡 第二天 库瑟和尼希洛共同安葬了他 并围绕着天使是否存在展开了探讨 库瑟坚信自己身边 有着守护天使的存在 而尼希洛则保持着怀疑态度 这一话的故事在悲喜交加中落幕 在这场超越次元的激战星天章中 被誉为最强剑胜的宗次郎 犹如彗星般降临在皇都阵营 第二事情找他过来 并不只是参加御前比赛这么简单 更想要的是利用他 对付塔莲所统治的新宫国利奇亚 为了怂恿宗次郎 不让他看出真实目的 巧妙布局 建议宗次郎先行讨伐新宫国 以此验证他是否具备竞选俑者的实力 并满足他与劲敌对决的渴望 同时还揭示了一桩骇人密文 说塔莲的属下达凯曾深入神秘迷宫 疑似窃取了某种竞技力量 而这一行为恰恰处 发了巨型机甲的失控 酿成了一场浩劫 摧毁了幽诺的故乡 得知真相的幽诺悲愤填膺 毅然决然携手宗次郎踏上复仇之路 此时利奇亚内部风云突变 雷谷与达凯之间的冲突瞬间升级 达凯受塔莲的命令搜查盲女的居所 触动了雷谷的逆龄 因为盲女在她心中地位无比重要 微妙的是 在盲文日记的掩护下 利奇亚的部分军事 机密已然流入皇都阵营 盲女也因此被视为潜在的叛徒 在紧张气氛达到顶点之时 打凯蜘蛛在握 转而提及雷吉族群的现况 成功缓和了紧张局势 尽管情感上难以割舍 但身为飞龙军团的领袖 雷谷深知族群利益高于一切 最终理智战胜情感 暂时放下了敌对的想法 另一面 艾雷亚携带秘密武器全能少女奇亚 悄无声息地侵入利奇亚心脏地带 来自农村纯真的她 对这个城市的繁华景象叹为观止 却不料自己已被艾雷亚当作棋子利用 意图借助奇亚获取情报优势 确保她在勇者选拔中稳操胜券 竟然掌握无上的权利与财富 然而 艾雷亚的计划远比表面更为阴险 她甚至密谋除掉知情者拉娜 她可是黄都安排在塔莲身边的间谍 就在拉娜毫无防备之时 她却冷酷无情地准备执行刺杀行动 然而幸运女神并未眷顾她 奇亚恰巧在此刻出现 让她不得不就此收手 随着夜幕降临 艾雷亚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时机下手 眼看他们明天即将回归黄都 为了给他们践行 拉娜想要买些礼物送给奇亚 便独自一人走进一条小巷 于是让艾雷亚抓住机会 决定借她购买特产之机再行图谋 然而关键时刻 达凯现身 揭露了拉娜涉嫌操纵 盲闻传递情报的嫌疑 直指她可能是背后的黑手 面对达凯的洞察秋毫 拉娜不禁冷汗层层 不得不接受命运安排 登上马车前往塔莲娜接受审讯 等待她的祸将是一场残酷至极的质询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奇亚及时出现 艾雷亚迅速伪装成挺身而出的模样 并告知奇亚拉娜被歹徒绑架 实则企图借此机会 利用她的全能魔法彻底消灭拉娜 另一边宗次郎带着精锐百人 直指新宫国利奇亚 是要挑战为之强敌 她无视可能造成的伤亡与后果 一心追求能匹配其刀锋的劲敌 瞬息之间 他们抵达利奇亚的边界 而此刻 有两个黑影朝着宗次郎走来 他们是塔莲不惜重金 聘请的两位神秘力量 一个是战绩赫赫赫的斩印夏鲁库 另一个是未曾一败的根兽亚雷 两者气场惊人 令宗次郎心头一震 直觉仅是他此番对抗 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凶险挑战 夏鲁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先发难 猛烈的交锋揭示了宗次郎的不枉此行 高速对决中 夏鲁库竟戏谑宗次郎速度犹如蜗牛 尽管宗次郎深感自身速度略逊一筹 但他凭借超凡的洞察力与战术智慧 成功预判了夏鲁库的临防攻势 激战之际 战场上局势突变 弓箭手瞄准了后方的亚雷 夏鲁库暂时逼退宗次郎 让亚雷应对剑雨危机 亚雷迅猛如电 以雷霆一击瞬间瓦解敌军防线 看似非致命的伤口 实则蕴藏着全天下最猛烈的毒药 顷刻间 士兵们纷纷倒下 谨慎幽默侥幸生还 幽默明白这不是幸运 而是自己是这群人中最弱小的一个 对亚雷构不成威胁 加上亚雷需要一个能够骑马的人 这才会留下他 并逼迫他骑马向利奇亚逃亡 而在宗次郎与夏鲁库的激动 进入高潮之时 黄都第六卿与第二次卿秘密相会 商量讨伐鸟龙之事 突然一道刺眼蓝光破窗而入 伴随着强烈的震动 百米厚重城墙被某种力量洞穿 现场一片狼藉 让众人惊慌失措 但第二次卿明白 这是来自利奇亚的攻击 不过突然的袭击 还是让他没看懂塔莲的真正意图 这时 士兵前来报告前线状况 表示先锋部队全军覆没 宗次郎生死未卜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第二次卿决定启用最后的底牌 召唤杀戮存在的尼希洛 接到指令的尼希洛正严阵以待 一旦出击 他将以无比的决心毁灭利奇亚 并借此机会换取长久以来 梦寐以求的人类公民身份 以及无数副的自由生活 之后 尼希洛来到士兵看守的车前 打开了隐藏其中属于他的专属武器 在士兵的敬畏目光中 尼希洛进入到蜘蛛形态的高达内部 随着他身上的衣物逐一吞去 身体与机械完美交融 史上最强生物兵器终于觉醒 一场血雨腥风的杀戮盛宴 即将在战火纷飞的天空中展开 让我们秉析以待这场史诗级的较量 随着新宫国利奇亚打响了 新年的第一枚礼炮 趁着梅基士的公众乱作一团时 雷鼓率领军攻赫赫的飞龙军团 发动猛烈突袭 因许久未尝人血的刺激 使得飞龙军团如狼似虎般凶猛进攻 面对来势汹汹的飞龙群 黄都第六卿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 带领民众紧急抵抗 惊险一刻 一头飞龙急冲而来 他凭借敏捷身手避开致命一击 然而 飞龙怎肯善罢甘休 正欲集结队伍再度袭击时 一道金光乍现 雷霆一击将他们瞬间变作七分熟 这标志性的雷电力量 让第六卿立刻辨识出 昔日好友星池的身份 此刻星池傲立空中 手中紧握着船式神器齐握之手 无论能挡其锋芒 但别误会 这只是星池诸多秘密武器中的一件 据说他总共掌握了十数件上古神器 正当星池以摧枯拉朽之势 消灭飞龙军团之时 却被别人抢先了一步 仔细一看 原来是黄都的援军 号称史上最强大的生物兵器尼西洛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利奇亚 就在这时 艾雷亚携手超凡能力的世界词数奇亚 追踪被劫持的拉娜 奇亚只需挥动一块手帕并念出咒语 手帕即刻化身为引导者 在空中指示拉娜所在的方位 很快两人来到了戒备森严的监狱门前 善良的奇亚轻轻吐露了一句神秘言语 看守的士兵立即昏睡倒地 为了防止奇亚的消息泄露 艾雷亚趁他不注意 悄悄地抹杀掉士兵 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太久 亚雷闻风而至 一现身便照出42柄锐利刀剑 排山倒海般扑面而来 面对亚雷的灵力攻势 奇亚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 所有刀剑都为他臣服 看到奇亚安然无恙 亚雷一时愣然 认为他使用了自己不知道的法术 随后他狡猾地试探 奇亚是否需要依赖空气生存 话音未落 周围的其他囚犯纷纷痛苦不堪 原来亚雷暗中释放了一种 名为天下第一毒的剧毒 能在空气中快速扩散 然而奇亚与爱雷亚却毫发无损 亚雷正疑惑不解之际 身体突然急速腐烂 短短一秒内暴毙 伸展的触手瞬间化为尘埃 爱雷亚误以为是奇亚下了杀手 但他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等到他们离开后 隐藏在角落的酷涩现身了 原来亚雷的暴毙是他的手笔 因为在他的身边 有一位隐形的暗天使 任何对他怀有杀意之人 都将遭受天使的无情裁决 而亚雷正因为不知情地释放了 针对所有人的毒素 间接触发了对酷涩的杀意 从而引火烧身 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命运终结 画面一转 宗次郎是真牛逼 为了执行暗害任务 却大张旗鼓走大门 面对公国士兵的火力覆盖 宗次郎仅靠一柄刀 便悉数挡下飞来的子弹 谁知身后跟着出现 一只巨大的生化蜘蛛胡乱吐丝 凡是碰到蛛丝的人必定计计 即便是火炮也无法伤其分毫 宗次郎不满自己被无视 质问尼希洛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尼希洛却听说过他 也清楚两人是同一阵营 宗次郎可不在乎阵营 看到强者他就想要去干架 面对宗次郎的高速斩击 虽然尼希洛的珠身敏捷闪避 却还是被宗次郎洞察命门 但他的命门只有一个 似乎眼前的诸兽和尼希洛已经合二为一 然而尼希洛并不打算跟宗次郎战斗 他来这里只是为了镇压 宗次郎来了火气 不管是谁都先砍了再说 尼希洛突然发现自己的珠也没了 原来刚才那一击他并未完全避开 要知道他的珠身坚硬到连 食人魔巨斧和巨龙吐息都无法破坏 尼希洛实在无法想象 宗次郎用的是什么宝具 而他作为以死之人 才能适应这足以破坏地形的 巨大重量和极快速度 另一边兴斥阿鲁斯正朝着利奇亚移动 而此时雷骨孽吉早已摸清楚了他的宝具性能 阿鲁斯的最强攻击是光之魔剑 在拔剑瞬间会伸出光芒之刃 其斩机射程为方圆四米 但飞龙部队无需在意 反正碰到就会没命 其次还有一柄可以自己飞来飞去的魔剑战力之鸟 他已经安排了部队专门负责应对此魔剑 此外阿鲁斯还有一个魔鞭 其射程范围至少有12米 都被阿鲁斯用来环绕周身自保 也是最需要戒备的攻击手段 而他的主要兵器是把喷子 能射出只要擦伤就会化为烂泥的魔弹 只要飞龙部队持续妨碍 他的射击和装弹就能牵制 妨碍只需从12米范围外进行 而敢死队则只用无脑发起冲锋即可 而久违面对逃离族群的阿鲁斯 雷骨孽吉毫不客气开喷 得到的回答却是喷子子弹 手下舍命为他挡子弹 阿鲁斯迅速装填子弹瞄准雷骨孽吉 却不料被飞龙放出的烟雾遮挡了视野 阿鲁斯刚脱离烟雾区域 人类的子弹便紧随而至 雷骨孽吉占据主场优势 而他本身也是一把大局不断远程干扰阿鲁斯 即便接连使用光之魔剑和魔鞭 却都无法伤害到雷骨孽吉 眼看自己占据优势 雷骨孽吉嘲讽拉满 阿鲁斯一定再想要是冷心在自己手中就好了 但阿鲁斯就算没有迷宫秘宝 依旧有方法覆灭一个王国 随即见他从密封的罐子里滴了一滴赤红的液体 在落地瞬间立刻引起爆炸 火焰一路蔓延大街小巷 但雷骨孽吉只关心不会牵连到卡带就行 阿鲁斯找到机会用魔鞭偷袭 索性有赶死队再次挺身而出 他得意如今的飞龙族群和以前不同 所有飞龙的脑子都经过他的改造不畏惧死亡 谈话间阿鲁斯再次遭到公国士兵狙击 他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让 阿鲁斯认清自己是个多么无能的渣子 此诈阿鲁斯已经满盘皆输 此时阿鲁斯身体重弹坠落火海 雷骨孽吉刚打算半场开香槟 随即就意识到不妙 命令所有飞龙以阿鲁斯还存活为前提进行包围 他回想起之前阿鲁斯重弹却没出血 如果阿鲁斯从纵火开始就是有意而为的话 那他肯定就是为了借助火势隐藏行踪 很快飞龙便发现了他的踪迹 阿鲁斯只能边战边逃 雷骨孽吉则仅仅跟在身后 他最厌恶阿鲁斯逃离族群的行为 因此无论如何都要干掉他 但雷骨孽吉也是条狠龙 会将手下改造成自爆兵 阿鲁斯无法苟同 如今他们连飞龙都算不上 随后雷骨孽吉换来无数毒虫撕咬阿鲁斯 毒虫具有朝他身上烟味聚集的本能 之前的自爆兵不仅能 产生附着在他呼吸器官上的烟雾 还能将阿鲁斯成功逼到这个地方 而这里就是被重巢围住的狩猎场 阿鲁斯所有的行动都没有 超出雷骨孽吉的战术预想 很快阿鲁斯就要坚持不住 连手中的魔剑都拿不稳 雷骨孽吉嘲笑阿鲁斯 就算找到再多秘宝也都是垃圾 不像他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宝物 可当他顺着阿鲁斯的目光 看向身后的高塔时 如果阿鲁斯一开始能操纵火焰的话 随着滚地火猛然爆发 飞龙军团被禁术全灭 此刻雷骨孽吉拖着垂死之躯艰难飞行 在生命走向尽头之前 他只想最后再看一眼 那个被他视为珍宝的人类女孩 随着两国战争正式打响 城市已经沦为一片火海 市民彻底陷入疯狂见人就杀 夏鲁库突然现身为奇亚艾雷亚解围 他看出两人并非是利奇亚人 艾雷亚清楚一旦奇亚说出去死 就算是魔族也会立刻暴毙 关键是怎么才能在电光火石的动作前做到 奇亚颤抖的解释只是来黄都学习 虽然感谢相救 但对方也罪不至死 如果让他来肯定处理得更好 夏鲁库见状打算放过两人 并指出前方可以逃离 奇亚想知道他叫什么 可他早就舍弃了活着实使用的名字 艾雷亚希望奇亚能跟他一起出城 他多么希望小时候也能像奇亚一样 身边有一个可以信任的大人 能保持这份对世界恶意毫无知觉的天真 只可惜他没有 所以如今只能靠自己去抓住幸福 奇亚拒绝离开 他绝对无法忍受就不了朋友 更不希望长大之后对今天的决定后悔 然而艾雷亚认为拉娜 应该没机会泄露世界词的存在 反倒是继续让奇亚任性下去 才更有可能暴露世界词的存在 两人谁都没有注意到 此刻艾雷亚已经受到了世界词的影响 面对即将坍塌的落石 奇亚说别过来 于是言出法随避免了被落石砸中 此时随着星赤阿鲁斯的爆发 成功干掉飞龙将军雷鼓涅吉 飞龙部队群龙无首已经全部阵亡 喜鹊达凯下令撤走了所有人类部队 达凯知道眼前的诸兽存在一个生命核心 必须杀掉诸兽体内的东西才能解决战斗 但诸兽的外壳实在太过坚硬 就连他的魔剑都无法破防 反而自身被尼西洛误会是剑士 达凯注意到诸兽身上的一处缺口 不知道又是被和方神圣砍掉了一块 达凯故意将尼西洛引到附近的喷泉 随即尼西洛则控制诸兽一跃而上攀附上诸丝 仿佛置身诸网对达凯发起进攻 却不料达凯也早就做好安排 在他暗中指挥下远方突然射出冷星的射线 可达凯是万万没想到 诸兽不仅刀枪不入就连 几千度的高温都无法伤其分毫 尼西洛反口吐司将暗中的人类反杀 达凯自知失算了 他故意引导尼西洛领水 就是以为在加热之后 装甲的缝隙间可能产生气泡 结果整个诸兽身体竟然是完全密封的 谁能猜到驾驶舱的尼西洛本尊根本不是活人 达凯无奈什么招都不起作用 随即达凯被诸兽拍飞 他澄清自己根本不是件事是盗贼 因此他真正擅长的事 其实是偷走别人的武器 达凯不讲武德打不过高达就打驾驶员 他想过如果诸兽是一台生物坦克 那驱动他的就是神经 像开关入口这种操作 肯定也是由神经发出指令 既然如此就可以被破坏 正好达凯手上有能瓦解神经系统的根兽剧毒 此前他就窃取了西古尔雷藏在体内的毒箭 面对达凯的魔剑尼西洛 只能无奈被迫退场 彼时被奇亚世界词的力量吓到的拉娜 一路逃到冷心所在的高塔 他无法相信那足以毁灭黄都的西古尔雷 在真正的替灵怪物面前 竟然只是像垃圾一样惨遭蹂躏 拉娜刚捡起地上的冷心 不料奇亚和艾雷亚也紧随而至 要用冷心将地面的人全部都轰杀成渣 世界词恐怖如斯 艾雷亚说过世界词的力量 是为了让人们获得幸福 奇亚不过艾雷亚的阻拦发动能力 让城市正在经历的苦难全部消失 他安慰拉娜不用继续害怕 随即艾雷亚将她拥在怀里 拉娜知道她其实想要灭口 她求情不要杀自己 至少当着奇亚的面 她肯定还想继续当一个温柔老师才对 达凯在干掉蜘蛛大姐后 便回到牢房将幽诺释放 幽诺却无法接受只要自己强大 就能连居住的城市被毁灭也无动于衷 而她只是见证了好友的死亡 就仿若置身地狱 达凯坦然没有任何感觉 虽然她对塔莲的印象很好 但只要活着总会遇到别的邂逅 幽诺却叫住了达凯 之前她说过想复仇就现在动手 幽诺偷袭发射锈箭 不出意外尽数被达凯挡住 达凯让他闹够之后就离开 接下来他们只怕事后会无期 却不料此刻宗次郎又突然现身门外 原来一切都是幽诺的计谋 他从未觉得靠自己能完成复仇 达凯难怪觉得锈箭数量未免太少了 他期望宗次郎没被下鲁库杀死 因此他一路留下记号 只要宗次郎没死 那么宗次郎必定能分辨出他的箭头 达凯没忍住笑出了声 关于宗次郎的传闻他早有耳闻 也知道就是宗次郎砍上的蜘蛛 看样子他有一柄好箭 宗次郎也看出达凯不像是箭士 本以为宗次郎是去杀塔莲的 但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还是去砍没砍过的强者才不会无聊 比起去杀塔莲 他觉得跟着幽诺更有可能遇到有趣的事 达凯希望聊聊关于比方的回忆 但双方都没什么像样的回忆 宗次郎在战场过着命悬一线的生活 斩杀的又都是弱道爆的家伙 回过神便来到了异世界 达凯和他的经历差不多 不管死多少人他都毫无波澜 也从没想过回去 此刻幽诺只想干掉达凯为朋友复仇 他其实明白自己 真正应该憎恨的对象是他自己 都怪他太过弱小 但幽诺还是要宗次郎杀了他 达凯无奈看样子是溜不掉了 但稍微陪宗次郎玩一玩的时间还是有的 面对宗次郎刺出的长剑 达凯找准时机将其击飞 宗次郎看穿达凯的命门 但达凯却丝毫不慌 达凯另一只手 成功抢走宗次郎被击飞的武器 此刻盗贼的剑终于超越了柳生 只是他没想到能砍伤 诸兽装甲的竟然是一把残剑 宗次郎反手握住达凯的魔剑转动剑身 正面碰撞盗贼终究不是剑士的对手 最终他只能眼睁睁 看着身体被自己的魔剑劈开 达凯回头看了看神情冷漠的幽诺 随即只能隐恨于此 这个女孩怎么也没想到 第一次和义中人牵手 竟然也是最后一次 雷鼓涅急遭到了阿鲁斯的反杀 临死前他只想让卡带逃离此地 他提醒卡带公国已经完了 塔莲对他有恩 他也一直守护着飞龙族群 但终究还是全都白费了 至少他认为最后还是赢了阿鲁斯 只因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珍宝 他让卡带在皇都军赶到钱块逃 只要卡带安全他死而无憾 却不料皇都第六将前来偷家 第六将误以为卡带是俘虏 卡带却将雷鼓涅急护在身后 即便在第六将口中 他是虐杀人类的怪物 但对卡带来说雷鼓涅急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给卡带的帮助远超任何一个人类 第六将不愿让卡带 背负包庇罪犯的残酷罪名 他希望卡带能让开 但卡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明白雷鼓涅急是什么人 雷鼓涅急艰难起身不许 第六将将枪口对向卡带 窗外却突然射了一枪将他击中 可同时倒下的还有卡带 此时第六将也发现了飞在窗外的阿鲁斯 对阿鲁斯来说第六将就是他的挚友 卡带缓缓用手去触摸一直以来 他都不让碰的身体 原来他真的是只飞龙 卡带再次哼起那首仿佛天使哼过的无名歌谣 在歌谣声中雷鼓涅急 才缓缓闭上了双眼 随后酷色带着真正的天使来到卡带身边 无论谁都有被救赎的权利 他希望可以帮助自己的母亲塔莲 此时塔莲已经不知道砍了多少敌人 下鲁库早已等候他多时 他询问塔莲是否后悔掀起战争 塔莲并不后悔 既然主动挑起战争 自然就该接受战败失去一切 他懊悔的是没能让敬仰他的士兵 子民和卡带获得幸福 下鲁库认为他们是同一种人 他就连死去都是现在这副模样 塔莲知道他想知道真正的魔王的葬身之处 最终之地的消息 但所有人都对真正的魔王支支甚首 塔莲取出一张纸条 他曾多次派人探查最终之地 但无一例外都遭到了阻挠 那片土地还存在着不知底细的怪物 不过调查队还是查到了些许地方 并且送他上路的人很快就会出现 离开前下鲁库觉得 他其实能成为一位不错的王者 却不知塔莲所说的是魔王 一月新翻译修罗终于完结 让世界陷入恐惧的真正的魔王突然暴毙 魔王死后无数堪比修罗的 可怕存在依旧威胁着世界 可讨伐魔王的勇者身份却无人知晓 皇都第三将丹靖杰律也没找到勇者是谁 因此勇者未必是人类 十七将艾雷亚认为没有勇者 他们也还有女王 虽然他暂时因为年幼无法参与政事 但终有一天女王会成为统领人民的治国之才 第三将是真的服了这个女人只会吹牛逼 以目前的形式 女王可能没长大国家就会分崩离析 十四将觉得勇者如果出现总归是好事 毕竟对方是拯救世界的恩人 女王也不简单 既然如此就给予报酬找出勇者 只可惜真正的勇者一直没有现身 可谁又说了一定要真正的才行 难道假的就不行吗 十四将半开玩笑 那就把那些自称勇者的家伙 召集起来搞一场勇者争霸赛 毕竟勇者肯定是最强的 第三将因此获得了灵感 人类只需要一名勇者就够了 此时拉娜独自逃离了奇亚和艾雷亚 她无法想象明明魔王已经死了 却出现了这么多怪物般的存在 以凡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将其杀死 就等于他们全部都是魔王 凡人对魔王的恐惧从来没有消失 只是转移了 拉娜突然口吐番茄将 不知何时 她还是被艾雷亚下了黑手 原来生数虽然是治疗伤病的词数 却也是一种延迟性的毒素 因此和艾雷亚在监狱相遇之后 她的结局就已经注定 西多禄不解城市间燃烧的火 为何会突然熄灭 直到她发现 从天空一闪而过的阿鲁斯 奇亚希望在黄都学习结束之后 他们能再回到这里 她自责明明拥有无所不能的力量 只要她出手就能拯救更多的人 不管对手是多么恶心的敌人 她都有自信战胜 艾雷亚没想到就算是世界词 也会碰到有心无力的事 因此在决斗之前 她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 不管今后会遇到什么困难 手上会沾染多少血污 她都要让世界词一路取胜 奇亚却担心她会生拉娜的气 因此等回城时 奇亚希望能再回到这里跟拉娜和好 酷瑟来到墓园帮助守墓人挖坑 因为昨天的火灾和发狂的飞龙 导致许多士兵丧命 不管是利奇亚的还是没记得 一旦死亡也就没有国家和种族之分 慈神也不会在这种时候施加任何援手 可即便如此酷瑟也想凭自己的力量 竭尽所能哪怕多救赎一点也好 但她却不知道怎么做大家才能得到救赎 守墓人偶尔也会思考这些事情 她得到的结论就是人能救赎的东西终归有限 酷瑟觉得守墓人说的对 可要是真正的勇者现身 又能否再不产生 新的牺牲和悲剧的情况下救赎一切呢 宗次郎很不爽自己的衣服被打开砍坏了 优诺马后炮宗次郎选择他这边真的好吗 他已经听说了皇都作战计划成功 他的行为可能导致自己无法参加勇者争霸赛 宗次郎无所谓 反正跟打开干了一架已经很开心了 他只会遵从自己的选择也从不后悔 没有人能从中干涉 但优诺却无法原谅这种想法 那些能轻易改变世界的家伙 甚至不会正眼看他这种人一眼真是可恶 还把他们所经历的人生 当作毫无价值的东西对待也很可恶 但以宗次郎的立场无法理解 就连曾经的世界都把他赶出来了 这边也是出来炸道 他唯一知道的就是 只有权力挥剑以及怎么击杀对手 西多物发现了诸兽体内的无头尼西洛 只可惜既然死了就没办法帮他实现愿望 虽然生化人想跟人类做伙伴 殊不知人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随后西多物若丹被阿鲁斯找上门 他以为阿鲁斯是为了迷宫秘宝冷心而来 但阿鲁斯并不需要这个东西 他知道皇都要举办一个盛大的御前比赛 一场为了决出真正的勇者的比赛 他要参加和第六将战斗 正好西多物也有这个打算 作为公认的世界最强的冒险者 他愿意拥护阿鲁斯成为第一位候选者 显然故事讲到这里才刚刚开始